品历史 说人物 给岁月以味道 这里是新兴国际 众所周知 现在世界局势是一超多强 以西方白人为代表的群体 站在了这个世界鄙视链上游 西方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 而其他肤色的人种 在他们看来是愚昧 丑陋的 是只配处于产业链下游的 在白人骨子里面 就可有这样一种观念 只有白人能够胜任高阶的复杂的工作 但是 白人今天的成功 是由罪恶堆积起来的 丑陋的资本原始积累 造就了白人今天地位 令人悲愤的是 很多白人并没有为他们曾经的罪恶而羞愧 反而以此为荣 以当今世界霸主美国为例 在白人登上北美大陆后 犯下的罪行庆祝难输 而直到今天 加利福尼亚州台第一次官方的 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行为道歉 这份迟到近200年的道歉 不觉得太晚了吗 尽管美国人住民在加州 已经居住了数千年 但他们所面临的这一切 更多的是由加州白人定居者 和加州政府自己造成的 现在 加州州长加文纽测姆 首次向该州原住民道歉 这被称为种族灭绝 就是这样 一个纯粹的种族灭绝 纽测姆在为美国土著文化遗产中心举行的祈福仪式上说 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描述它 这是历史书上需要描述的方式 因此 我在这里代表加利福尼亚州表示歉意 从1840年代到1870年代 多达16 000名加州人住民死于种族灭绝 大多数死亡 发生在数百起屠杀中 在这些屠杀中 国家和地方民兵 包围并杀害了土著人民 种族灭绝是由歧视性的加州法律 以及州官员和联邦当局的直接支援促成的 他们宽恕并支援了这些袭击 在此之前 加州原住民遭受了数百年的虐待 在白人定居之前 至少有80种语言 在今天的加利福尼亚 被各种各样的原住民使用 对加州原住民的仇恨 早在该州之前就存在了 从1804年到1848年 在加利福尼亚 作为墨西哥的一个省期间 西班牙传教士占领了当地的土地 强迫他们居住 并为传教而劳动 流行并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在美墨战争结束时 加利福尼亚被移交给了美国 对于这个新州的原住民来说 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在萨特的墨房里 发现黄金的那个人 是在约翰萨特的控制下 由当地人带到了这里 但是 尽管淘金热成为可能 这个国家的原住民 还是被奴役 流离失所和歧视 事实上 这个州的基础是建立在 对印第安人的仇恨之上的 在第二次国情咨文中 该州首任州长 彼得哈德曼伯内特 提到了印第安人的敌人 称印第安人是强盗和野蛮人 他说 必须预料到 在印第安人灭绝之前 各种族之间 将继续进行灭绝战争 伯内特并不是唯一一个 对印第安人怀有怀疑和敌意的新加州人 该州的第一次立法会议 赋予白人定居者 拘留当地儿童的权利 他们可以随意逮捕当地居民 并以轻微的罪行奴役他们 在美国军队提供的奖金和武器的支援下 州和地方民兵 开始直接屠杀印第安人 大约一万六千名加州人住民 死于种族灭绝 与此同时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 这个州的土著人口已经急剧下降 从建国前的15万人左右减少到现在的3万人 歧视在国家之源的种族灭绝 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成千上万的加州人住民 受到歧视性法律和政策的影响 土生土长的加州儿童被迫融入白人文化 进入印第安童话学校 比如加州里福塞德的谢尔曼 印第安学校 在那里 他们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 也不能参加部落仪式 尽管土著人抵制其事 争取民权 争取联邦政府的承认 争取在整个21世纪 在他们的保留区开展博彩业务的权利 但贫穷健康不平等和机会有限的现象过去是 现在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今天 加州拥有全国最多的印第安人遗产 109个联邦承认的部落 把这个州称为家园 另外78个部落正在申请承认 加州州长办公室 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 尽管加州一直存在歧视和仇恨 但加州人住民不顾一切的反抗 生存 并延续了文化和语言传统 纽森并不是第一个为政府虐待伊迪安人而道歉的官员 2009年 美国为暴力 虐待和忽视 向原住民道歉 但道歉并不包括承认责任 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也没有公开承认 这份行政命令的措辞 与美国的道歉相似 但它更进一步 纽森姆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 为历史记录提供本土视角 该委员会将包括部落代表和其他人 并发布一份关于加州原住民和加州之间历史关系的报告 一并 三并 三并 三并